我們要訪問的是世界扯鈴冠軍 也是前太陽劇團表演者 林偉良來節目 主持人好 各位的聽眾朋友大家好 我們在國二的時候 其實面臨到第一個問題就是 家庭會覺得說 學業壓力 當然嘛 練扯鈴幹嘛 因為其實我也到了一個瓶頸 因為國中的時候我打敗那個同學對不對 所以我的目標其實終止了 如果我不練扯鈴我到底可以幹嘛 然後因為隨著網路的科技發達 然後我們看到那個 外國人也在玩扯鈴耶 原來在19世紀的時候 扯鈴已經傳到歐洲去了 後來看到他們的扯鈴發展的跟我們不太一樣 他們的扯鈴是圓的 而且是軟軟的 比較安全 所以後來我們就是 看到外國人的新的動作怎麼那麼酷 然後我又那種覺得 哇我可以學到新的東西 又找回那個成就感 其實後來就查了很多資料說 到底國外有哪一些比賽可以參加 就是像有扯鈴跟扯鈴的對抗 對 那因為其實扯鈴在台灣其實算民俗運動 可是扯鈴在歐洲啊在外國其實他們是雜耍 所以雜耍是包含丟球丟瓶子啊 這一類的 但是剛好也有扯鈴這個項目 直到2012年的時候 我人在德國 然後在臉書上他們發了一個訊息給我 他說韋良你有沒有興趣在這個時間啊 來參加我們這個表演 太陽劇團 真的很興奮很興奮 然後後來就說當然當然要啊 然後後來就接著就飛到那個加拿大 太陽劇團有分三種 有一種是駐點的 他駐點可能像在拉斯維加斯 啊就是在那邊有簽合約跟飯店簽合約 對對對 所以他舞台變化很多 嗯 就是可能可以360度旋轉啊 對 或者是本來舞台是沒有水的 然後他降下去以後有水 哦 對他的變化比較多 因為永遠在那就會比較可以去做 對做這種變化 然後再來是駐點的 他是搭帳篷 所以他搭帳篷必須要有一段時間 所以他會駐點在那邊 然後就是演三個月 然後再換 另外一個地方 欸這個比較像傳統的這個馬戲團 對對對 可是太陽劇團不用動物 但是我演的是 體育館的巡迴演出 哦 所以我們就是會到 這一個城市的體育館 演一個禮拜 然後再換下一個城市演一個禮拜 OK 然後在歐洲的時候 我們甚至一個禮拜換一個國家 你就是成立了一個叫做 民事主義的這個團隊 對 因為除了在太陽劇團 其實都是一直成就自己 但是我後來發現說 我想要帶領更多的台灣的扯鈴的年輕人 嗯 可以也可以往這個國外去發展 對 所以我回來組了這個團隊 然後跟這個台北的叢林開始 他們是一個扯鈴的協會 然後有跟他們挑選的 他們最頂尖的表 呃就是選手 哦 對然後我們就組了這個團隊 OK 然後我們甚至也有做徵選 讓這個 呃有女團員可以一起參與 這樣子 因為一個人力量實實啊 有限 所以組了這個團隊是大家的力量可以一起 然後我在編導一些音樂的時候啊 團隊其實會比較好看的 OK 對 所以呢 就有做一些很多的分享會啊 啊 然後去 教那個小朋友 哼 對 然後還有做這個演講的分 演講分享 演講分享 對 讓他們知道說在夢想的道路上 就是要 堅持 更多精彩內容請鎖定 幽福 Sport Show